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间能领导革命力量发展壮大 就不能不提到当时创办的一所重要的学校 抗日军政大学 简称抗大 这座共产党所创建的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大学 也称为窑洞大学 战火中的大学 这样的学校在现代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抗大对当年的抗日战争 以及整个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现代世界上 军队建设一般都是建军先建校 由军校统一培训出的军官 才能有效的指挥整齐划一的军队 1935年秋天 中央红军转战两万五千里到达陕北 党中央随后召开了瓦尔宝会议 决定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这个时候陕北的主力红军只有一万多人 毛泽东却高攒远主看到 将来进行抗日战争需要大批的干部 因此决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 1936年6月 学校在瓦尤宝举行开学典礼 毛泽东在典礼上开宗名义的说 我们创办宏大 是为了迎接民族战争的到来 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1937年初 宏大迁往延安 更名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 把延安看成民族的希望 到延安去也成了成千上万 有志知识的共同选择 当时先后有四万知识青年奔赴延安 还有一些家属 也随同前往 这些人中间很大一部分进入抗大学习 此外还有许多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 为了提高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 也到抗大学习 在延安的总校一时便有几千学员 在红四方面军里面当过军长的许世友 当时也是普通学员 他身体强健 在凤凰山下挖窑洞的速度 据说几个小伙子也难赶得上 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题 他制定的办学方针 那就是三句话八个字 三句话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灵活激动的战略战术 八个字呢 那就是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 他还经常来抗大做讲演 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就是他所讲的题目之一 他还讲过辩证法唯物论 而且讲的呢 深入浅出 生动活泼有趣 活泼到高潮的时候 甚至满堂大笑 毛泽东说他大都是夜间写讲稿 白天睡觉 花几个星期写成的东西在课堂上 大约两个小时就讲完了 可见呢 思考之深入 周恩来 朱德 林少奇等中央领导人 也经常到抗大讲课 人称抗大的教员呢 那真是那一代中国水平最高的理论教育 抗大的学习 不仅有马列主义基础课 还有呢 抗人民书统一战线 民运工作 游击战术等课程 军事课的重点是教学员如何打游击 抗大学制很短 一般不到一年就上前线 在抗大第二期学员毕业的时候 毛泽东为学员毕业证提词 勇敢坚定沉着 向斗争中学习 为民族解放事业 随时准备牺牲一切 为使教育能够适应抗战需要 1939年7月 抗大还迁到敌后办学 抗大总校千里兴军 进入禁察级根据地 在那里遭受部队和地方干部 以及当地的知识青年入学 就地培养 就地分配 学员一边学习一边打仗 真正是在战争中间学习战争 在八年前面抗战中 抗大总校和分校 一共培养了十万余民学员 就当时共产党领导的 八路军新思军 联营以上的干部 和根基地的地方干部 相当大一部分都到过抗大学习 正如校歌中间所唱 黄河之宾集合了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成